很高兴这个又来到11月的108居住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桃源市 桃源高中的林斯坦老师 其实有什么消息 对不对 然后林老师就是很令人羡慕 就是他之前获选中央大学的计划 然后可以再到北齐一个这么特别难得的地方 可以去做实验 那我自己也在别的场合 有跟林老师有些合作的机会 老师就是很愿意付出个人时间 投入教育相关的工作 我觉得不论是带学生 或者帮助其他学校或帮你其他老师 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帮助其他老师的场合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出席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世安老师 请你为我们分享 谢谢 大家好 听得到我声音吗 好那我切换一下头影片 好OK我想画面应该是有出来了吧 好那我就直接开始 其实很幸运这次可以参与到中央大学 他在北极进行的一些科学研究的计划 那这一期一起参与的老师总共有两位 不过我们两位老师他 我们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到北极去的 我们有分前后段时间 那我先去 然后后来才 后来新北高中的许顺廷老师才过来 那我先因为时间蛮短的 我就快速就开始好了 好那我们去的北极的 其实可能要先跟大家理清一下 我们并不是到北极点这个地方 那所谓的北极啊 他其实蛮广义的 就是北纬66.5度以北的地方都算是北极 那我们去的地方叫做斯瓦尔巴 就是在画面上的这个岛屿 那这个地方离北极点 其实还有1300公里远左右 那其实不仅是斯瓦尔巴 周边的其他地区也都可以算是北极圈内的范围 那我们这次去的那个研究站是在斯瓦尔巴这个群岛上 那这个岛屿其实很有趣哦 平时大概大概不会去关注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整个世界地图上来看 就是台湾在亚洲地区 然后斯瓦尔巴呢 他在北欧在更北一点的地方 浅绿色的这个位置是挪威 那深绿色在更上面这里呢 是就是斯瓦尔巴 那他被发现的时候呢 是由一个荷兰的航海家 那他的 是由一个荷兰海家发现的 那他把它命名为斯瓦尔巴 意思是指寒冷的海岸 那所以说他也被叫做冷暗群岛 那这个岛屿 有着一些特殊的规定哦 这个规定可能是因为 他会在这么北 而且这么冷的地方 所以才有的 就是人们不可以在这里出生 也不可以在这里死掉 因为这里的医疗资源很有限 所以说如果你即将有小孩要临盆了 你必须要离开这里 或者是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病 或者是你已经年老了 你必须要离开这里 到其他地方才能死亡 这里已经不能接受 那个新的一些尸体了 因为这里的坟墓 应该说这里你要把人埋下去的话 由于太能的 所以说是不会腐化的 因此导致你死亡的相关壁 均也会在这里被留下来 因此这里是禁止死亡的 那大家对这里可能稍微有点印象的是 这里有个蛮有名的地方 就是世界种子库 那个种子库也是建在这个地方 保留了全世界各地的种子 那我们所抵达的最终研究的位置 是在斯瓦尔巴的极地研究站 它是波兰的哥白尼大学 跟震荣大学合作的一个研究站 那我们在抵达它之前呢 要先到它里头的最大的一个城镇 叫做朗伊尔城 这里大概也就是全世界最北边 有人居住的一个小镇了 那整个斯瓦尔巴的这个岛屿啊 它的面积其实比台湾大一点点 但是它的居住人口 大概只有2500人左右而已 比台湾少非常非常多 而且这2500人几乎全部都不是本国居民 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 但是在这里的北极熊大约有3000只 所以说它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 像是只要你离开家门 或离开一些比较多人的活动范围 你必须要携带枪支 避免北极熊的袭击 那由于它离北极的中心点很近啊 大概只有1300多公里 所以说如果你要看极光的话 你还必须向南边看 因为我们都知道极光 它其实是比较靠近极圈的地方才有的 OK 那由于我去的时候是8月份 8月份对极圈里面来说 它是永咒 所以说并没有极光可以看 好那到底怎么去呢 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我是跟着中央大学的另外两位教授 及几位研究神奇出发的 那我们8月7号从桃园机场出发之后啊 先到了法兰克福转机 再到挪威 那理论上挪威是可以直接飞到斯瓦尔巴的 不过随着美班机有些不知道什么特殊的情况啊 我们必须要在它北边的一个城镇叫做特洛姆社先降落一次 然后你必须在这里带着你的行李出关 再重新入关 然后才可以飞向斯瓦尔巴 那斯瓦尔巴它其实并不属于挪威 它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甚至你去那边也不需要签证 只是你要去到那个地方 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从挪威过去 那到了斯瓦尔巴的朗伊尔城 我们在那边大概先待了两天左右的时间 稍微做了一些整备 然后才又搭船到 那个往北大约130公里远的北极研究站 那虽然看起来的路程啊 大概就是一万多公里 飞机在飞很快 可是因为要在不同地方转机 然后再到那个地方再搭船 所以令令中冲大概也花了四天 大概也花了四天才到 那其中最有趣的是最后一段 由于从朗伊尔城到 那个极地的研究站呢 它之间只有船只可以运行 那边没有其他的机场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搭 大概三到四小时的船 然后到了那个研究站的外海 船只能停在这边 因为它没有港口 然后再由研究站的人 然后他们开橡皮艇过来接我们上岸 北极这个地方它的暖化速度是其他地方的两倍 由于它是整个地球比较冷的区域 它负责帮 它负责把一些比较冷的空气跟冷的海水 送到其他地方维持整个地球的均温 那这里的冰呢也会反射大部分的阳光 所以说当暖化出现的时候 大部分的冰层开始消融 以及这里的温度开始提升 那它对全球的气候的那维持的程度 就会逐渐的下降 那由于它的变化速度比较快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知道 我们暖化下去之后 其他地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在这里就可以先看到了 因此为什么很多气候变称 研究到北极做 它原因就在这里 好那这个就是 我们从船上 以及从空中看下去研究站的样子 它其实并不大 它其实并不大 就有点像是 如果老师们有到台湾的高山上 去做过山屋的话 那感觉就蛮像的 那这是研究站的本体 我用右边这图来讲 这是它的本体 旁边这里是它的储藏的仓库 然后这里有一些浴室啊 厕所以及其他的仓库 就小小的一个范围 那冰川在它后面 这个研究站成立至今 其实已经几十年了 那研究站刚开始盖的时候 听说冰川是就在它旁边而已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 冰川已经推却到后面了 已经推到后面了 那根据那个站长 薩波塔教授他的描述 这里的冰川消退速度呢 大约是每年会退100公尺 这速度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好 那这是研究站里面的一些照片啊 那因为里面的空间狭小 所以说每个地方都必须要妥善利用 这里同时是客厅交易厅 也是我们吃晚餐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并没有 并没有试电啊 所以说你要取暖的话 就要烧彩 那其他的电力来源呢 就只能靠柴油发电技术 OK 那在研究站里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它里面到处都贴有这个地方的地图 就是这是餐厅 餐厅贴有地图 然后刚刚的客厅也贴有地图 甚至房间也贴有地图 我一开始就想说 为什么要贴这么多地图啊 后来才发现其实许多讨论啊 都大家都是直接在这地图上进行的 比如说我们想要进行自己的研究 或者是教授们想要打算去做一些其他的研究 我们会先在前一天 在地图上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规划 然后等到隔天呢 看天气许可的话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进行这件事情 那虽然我们是夏天去啊 夏天去那个地方 其实大部分的雪都已经不见了 冰野都不见了 你看到的就是如同右边这个画面 就是有一些草 然后有些沙子啊 石头这样的地面 就是一些土色系的地面 那虽然是夏天啊 但它的气温大致还是维持在 5到10度C左右 正常的时候 可是如果下了一点雨 那整个气温就会忽然间降下来 在外面待一下子 你就会觉得很难受 所以说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规划 但是都还是要到当天看天气 才能决定 这个实验可不可以进行 这个研究可不可以去 那我要做的研究啊 其实跟北极当地的土壤成分有关 当时在申请计划的时候 我就在思考说 到那个地方去 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后来想到 我就做了一些 当地的一些资料的收集之后 想到了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我发现斯瓦尔巴 它早期是以煤矿开采为主的 那如果这个地方有煤的话 就表示过去这个地层 可能含有大量的有机物 那随着全球暖化 不断的这样子在发生 那冰层开始融化 这些地底下的地层 会逐渐的开始往上浮 所以我就在想说 过去地底下这些有机物 会不会随着时间也慢慢的 越来越浮上来 然后接近地表 那既然这些东西接近地表化 受到那些冰酸前缘的浸流冲刷 就有可能会流到海里面去 那这些有机物 是否还有一些可以支持海中浮游藻类生长的元素存在 比如说像氮离子 磷啊 甲或是铁离子等等的 那如果有的话呢 浮游藻类长得好 是否温室效应就有可能会因此减低一点点 这是我的预想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去检测北极 这些活动层的土壤 它里面是否含有这些 这些元素存在 那如果这些元素可以被北极 那些溶掉的冰川的河流给带到海里面 那也许浮游藻类可以长得更好 那浮游藻类长得更好 透过光合作用 我们熟悉的那些温室气体 尤其是二氧化碳 可能就会因此降低一点点 这是我预期啊 预期是这样子 所以在开始做之前呢 我想要先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在斯瓦尔巴周边啊 它的冰川溶解程度 跟它周边海洋的叶绿数 到底有没有关联 所以我就先利用那个NASA的资料 在右上角框悬的这个区块啊 进行了一些调查 我去看了这个地方 这是过去十年来 它平均的海温变化 陆地温度变化 以及周边海域的浮游藻类的浓度变化 那浮游藻类主要看的就是叶绿树的浓度 叶绿树浓度 其实某个程度上 就代表浮游藻类它的生长状况 那我看的是七月跟八月 在那边有可见光可穿透 而且云层比较低的时候的数值 那我发现在 过去十年之间 它的七月跟八月 它的陆地温度变化趋势 跟浮游藻类 它的生长趋势非常的相近 反而跟海温的变化 关联性比较不大 所以我就推测 也许陆地温度逐渐变高 冰川开始融化 会带进去一些东西 导致海中的一些浮游藻类 可以长得更好 因此叶绿树的浓度也会变得更高 这是我在先前先做的研究 那有这样子的先前研究之后 他觉得这个采样地点对他 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疯狂了 然后他就讲说实在是非常 非常的crazy 他说我们很难在这个地方 徒步走这么远 因为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 所以他说你可以先这样规划 但是到时候采样地点 我们还是等到现场之后再来决定 OK 那所以说原本我预计 是希望可以采整个海岸边 就是所有冰河流 冰河出流口 应该说出海口附近的土壤 回来分析 但是由于研究站的附近范围 我们直接可以用走路抵达的 并无法太远了 所以后来实际的采样地点 只有在研究站附近这样子 红色标记的那几个点 就红色标记的那几个点 那这几个点呢 主要也都还是比较 几条比较大的冰川前沿的位置 OK 那这是我们采样的过程 其实采样的过程很简单 我就是带着一个塑胶带去 然后把标图挖开 因为表面的会有一些植物的生长 跟动物的粪便 以及一些可能人为的影响 所以我大概往下挖了 10 20公分左右 然后才主要采集 表面以下10公分的土壤 那我会利用GPS 把那个位置给标注起来 然后采集那边的土壤 然后再带回研究站分析 那由于我采样的过程 在整个沿岸边挖了许多 许多小洞 所以跟着我们去的王教授 他也建议我说 可以顺带做一些其他实验 他就借我一台 右边的这个仪器 这个是测量土壤的热导率的 去看这里的土壤的导热能力是如何 所以我们同时也做了一些记录 那由于沿着海岸边采样 是离开研究站 比较远的一个活动 只要离开研究站一定的范围 我们就必须要携带枪支 或者是要找有使用枪指导的人同行 所以我们当时采样是一群人一起出去的 那采样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又很无聊 所以当时还蛮愧疚的 找一群人陪我走那么远的一段路 然后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去挖土 不过后来发现 其实在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还有蛮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走着走着在地上就看到一些 一些生物的骨骼 那时候Jack凑过来看才发现 我们找到的居然是一只鲸鱼 它的化石然后四散在周围 所以我们也在那附近停留很久 在周边100公尺 把它整个骨架稍微的拼凑起来 那在太原上走的时候 我也看到一些水池或者是水蛙 它里面的藻类其实是长得很好的 好像这些支流旁边 或者是在一些小水坑附近 它的藻类是长得很好的 所以我就越走越有信心 觉得我假设是不是有机会成真 就是这些小水坑里面的藻类都长这么好 所以后来就把图样带回研究站里面 然后抽空进行分析 那由于我们可以带去的行李 其实蛮有限的 因为飞机它有行李的限制 然后再加上在那个地方托运非常难贵 所以我只带了简单的仪器去进行分析 那我对弹磷甲呢 是利用这些化学药剂去看它变色程度 来看它弹磷甲的浓度 还有一个是pH值 那铁呢则是利用氏子去测它的 那个溶解量是多少 大概就是用一些简单的药剂去进行而已 那在极地要进行研究说真的 并不是非常容易 因为我要把图样混合水的时候才想到说 这个东西是要混合蒸馏水 但我在这个地方去哪里找蒸馏水啊 这里只有冰河流下来的水 了不起煮沸过而已 所以我为了取得干净的水还 特别将水煮沸之后呢 还倒到BRETA的滤水器里面 进行过滤 然后才拿来使用 我本来是想说 看他们的食物储藏间有没有矿泉水啊 就进去翻了一圈 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矿泉水 啤酒倒是有不少啊 但是要找到干净的水还真的不是太容易 不过实验做出来之后啊 它的结果蛮令我觉得要外的 因为几乎所有可以让 图有藻类长得好的那些元素呢 它的含量都非常低 含量都很小 那如果纵观整个各个采样地点的话 如果把它浓度都标出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这里的土壤它的pH值是中性略偏低的 大概都是6点多这样子 那它的氮跟磷的含量极少 然后钾稍微多一点点 那铁磷子的含量都在1ppm以下 所以我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是发现这里的土壤其实是十分贫瘠的 如果这样的土冲到海里面 可能无法有效提供浮游藻类 他们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不过在我上礼拜的分享的时候 有一位中部的老师他跟我说 其实我测到铁的含量 这样对浮游藻类来讲 其实是算很多的 只不过到底要多少对浮游藻类 才有帮助 这我可能还需要再去翻找一些文献 不过有听到上周的老师 有给我这样的回馈 OK 那既然原本我预期那些元素并不多的话 我就必须来想想看 那这些藻类它的变化跟陆地温度的变化 成正比它可能原因是什么 所以说我就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讨论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的采样地点可能比较少 它只在测站周围 6公里左右而已 会不会其他地方 其实有 只是我刚好没成到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检测方式 是以非常简便的一些化学方法去检测 那如果要真正知道这些元素 它的含量 可能需要动用到直谱仪 但当时我是没有能力把它带去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这个东西啊 那后来我又想了想 其实还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存在 这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海面的叶育数增加 而且可能是跟那些地底下的元素无关的 第一个就是表面土壤的动物粪便 因为那边的动物非常的多啊 那会不会是动物的粪便导致这些所有藻类长得很好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测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我当时考虑很久 我并没有做 因为那些仪器如果拿来测动物粪便的话 我大概就不想把它带走了 可是那个地方又没有地方可以丢垃圾 所以我还必须要带着它 所以我后来想说回到城镇再做 可是回到城镇又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被割置了 不过我猜动物粪便可能是一个蛮大的原因 那其他的就也有可能是像中央大学大气的教授王老师 他就提供另外的想法 会不会是空气中的气溶胶把这些成分 这些有机物给带来 或者是海流也可能会从其他地方带来营养 也使得这个地方的那个富有藻类长得比较好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原因 只是直接采集土壤的样本 我得到的结果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的好 OK 那在北极 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 有没有遇到北极熊 有没有看到北极熊 我们那个梯队其实很幸运 我们真的看到了北极熊 我在出发前的时候就有 就有其他的朋友问我说 真的看到北极熊怎么办 我当时还蛮天正就觉得说 当然是赶快跟北极熊合照 不过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 真的看到北极熊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 赶快跑 赶快跑回研究站 然后这只熊就从研究站前方 大概170公尺左右的位置 这样子慢慢的散步过去 那我们跑回研究站 确认安全之后 马上又带着相机出来 拍照 就是拍北极熊的画面 这大概是 蛮难得可以看到的一个解像 就是亲眼可以看到北极熊出现 那北极熊在那个地方的数量 其实应该是比人类要多的 那人类跟他之间 其实存在一个应该是互相尊重的态度 因为他会对人类的性命造成危险 那我们同样的也会对他们性命造成危险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要带箱出门 会不会太夸张 其实应该不会 因为我去之前有稍微的搜寻一下 我发现即使在几年前 大概在两三年前 都还有北极熊在那个地方 攻击致死的案件传出来 所以要看北极熊 其实有几个必须要带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枪 第一个就是枪 就是防范自己 那枪主要不是拿来射击他的 主要是拿来把他吓跑的 然后再来就是相机跟望远镜 那北极熊为什么靠近 靠近人类会感觉到那么惧怕呢 主要是因为他的体型非常的大 我后来找到一张对照图 这是台湾黑熊跟北极熊的大小的对照图 你会发现他带的大小大概是 台湾黑熊的两倍 所以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生物 OK 那北极那边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生物存在 像是尼路或者是北极湖 甚至你在海上也不会可以看到金驴的出现 但不过我们这一次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于气候变迁 所以我最后想放一个就是 我们在北极那边的冰川探查之后 刚好有录到了一个冰川崩裂的影像 你会发现那画面非常的震撼 那个冰河就直接在你眼前 这样子直接崩下来 那崩下来之后它会产生巨蜡 所以我们当时在岸边看到它崩下来的时候 一开始本来是很开心的在拍照 那 但是多久那个Jack教授马上就叫我们说 赶快走赶快往高处爬 因为那个波浪马上就会过来了 OK 那以上呢 其实就是非常快速简单的介绍 在北极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以及所做的一些研究 那能够有这一趟的行程啊 有这一趟旅程啊 其实非常感谢中央大学它提供的机会 以及国家海洋研究院提供的经费 那研究站呢 其实并不是中央大学的 是哥白尼大学跟庄大学合作公社的一个研究站 那最后也非常感谢我们整个团队 在整趟旅程当中的互相支援 好 那不晓得大家听完之后 有没有什么想要发问的地方呢 首先先谢谢那个世安老师的分享 那我想大家可能还是有很多好奇啊 那现在就先开放 老师要不要直接开麦克风 或是举手发问 那大家在想的时候我就先问一下 世安老师请问那些土 你最后有带回来吗 没有 不能带回来 不能带回来 土壤就是外国的土壤是不能入境台湾的 就除非你有写一些 好像是研究申请之类的事情 才有办法带 但当时 当时其实蛮冲促的 所以说我也没有去研究该怎么申请 所以就只能在现场做这样 所以也没有把它带到那个 就是知道了 这比较热闹的那个城市 没有就一直都留在 没有就是在那边踩 然后验完之后就放就把它放回原处了 不然我想说如果假设 我不太知道如果那个 到了就比较热闹的那个站 假设它有收里面的气体啊 I don't know 或是如果有更更厉害的仪器 有在那里吗 有了解吗 也许可以等到大橡皮艇回到比较热闹的地方再测一次 还是那个可以吧 从北极站到那个是可以吗 对 因为它还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国家 对对对这是可以的 可是其实我们回到城镇 设备反而比那边更少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就是 专门科学的研究站 但是城镇它就是一个城镇 虽然会有蛮多科学家住在那里的 但主要的研究都会散布在岛上各处 反而不是在城镇里面 至少台湾的没有 OK好 我本来想说 如果比较大的重的搬不过去 可能可以过去 但也许对 但跟我想象不一样 谢谢 你们有遇到天气真的遭到 必须那天就待在室内 而出不去的情况吗 有耶 大概就是 待在那里的最后一天 还是倒数第二天吧 就是从一早就下雨刮风 然后就整天不能出去 那虽然是这样子啊 不过当时做地物的老师 还是在研究站 就是前面而已啊 还是有做了一些探测 但是再远一点就不方便出去 那种天气在外面待一下 你就会觉得自己夸能死了 然后就会跑回研究站内了 了解 不过你的采样运气蛮好 在前几天已经采完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可以现场就做 对 其实刚开始去了前两三天 天气都不算太好 所以前两三天 我一直在担心说 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出去 要不然我就真的 只能采研究站前面 或周边的土壤 然后没办法到更有的地方了 不过后来第三四天 就有稍微的 有好天气的空档 所以就趁那个时间赶快 走远一点去采样 不过也要配合大家的时间 是不是 因为要大家一起去 对不对 所以可能要 就是造访你的采样点的时候 其他人可能他们 可以做的事情 要先做到一个段落 这样 对 就是我们也会分工 就譬如说 地屋的教授 他在研究站附近 就可以做他的调查 他跟他研究生可能就留下来 那像那个做大切的王老师 他只要留遗器在策站 他就可以收资料了 像他就会跟我一起出去走走 这样子 那你有支援别人的部分吗 有 因为我们整个团队 其实后来大家都处得蛮好的 所以 大家研究其实都是一起做的 像我无法 出去采样的时候 主要就是在帮 王老师架设仪器 跟那个 帮地屋的张老师 在做 他们在做地电阻的测量 跟那个 用 扣地雷达在看地底下的例行结构 就都还蛮有趣的 所以这也是就是 除了做自己的出去也可以帮别人 这样 其实就是学习啦 就是以前我也没做过 就是他们告诉我该怎么操作 或是该怎么看 然后才多学到一些东西这样 是 是 是 OK 那 如果 接下来整年还有机会 再开放申请 老师会给我们 什么建议吗 或是像您那边如果 铁离子的数据 我不知道它是 个位数的PPM 对不对 对 对 我只是比较好奇 那如果后续 就您自己收到data 你刚刚说可能再找更多reference 那你们 因为现场 大概都 大家还没去过 我觉得你先去过之后 如果假设给大家一点建议 你觉得还有什么 也许 去之后发现 更适合在那边做做谈的 有没有什么想法 可以给我们分享 OK 其实那个地方 还蛮少人去的 包含研究员 就是以整个地球科学的研究环境来讲 那边真的是很少人到访的地方 所以各项东西做 你很可能都是第一个 好像有另外教授是在画那边的地形图 那地形图大家会想说 用卫星看不就有了吗 但是以前冰在 然后现在冰融掉了 所以那些地质状态都是新漏出来的 所以对地质学来讲 那边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区域 那对其他领域来说 像是气象学家来说 那里的资料也是相对稀少的 就是我们各地都有测诈 但在那边不测诈 而且有公开的数据也是很少的 再来就是像我是做实地采样的 因为样本不太可能会携带出来 所以你要嘛在那边做 然后要嘛就是等别人做完之后看他的研究 所以说各式各样的议题在那里还蛮多可以程式的 那如果之后中央大学还有机会就是开放大家 大家申请的话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做可以简便 该怎么说呢 就不要太复杂的东西 因为在那个地方他的温度很低 电力供应又不稳定 所以说你带一些太复杂的仪器去 他有可能会无法运作 或者是没有电他就他就罢工了 所以是尽量简单 可以就是独立携带完成的方式去进行的仪器会比较好 我个人觉得我会入选有一个蛮大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还蛮好做的 东西又简单 了解 对 可能不是计划写的多好这样子 了解 谢谢 是的 是的 分享 那我比较好奇 那个那些 呃 测量 比如说蛋铃甲 他那一整个是一个套件吗 还是你各自分别去买 测量甲的测量铃的测量蛋的 哦 他好像都有 但我买的是一组的 我只有铁离子跟 那个蛋铃甲是分开来而已 就是铁离子是额外买的柿子 那我买的那个是在测土壤肥沃程度的 就是一般农业在用 就是这样的土壤就是 是否适合让某些植物长得好啊 那如果缺什么 你应该补什么样的肥料 所以他会分开来去测蛋铃甲这样子 谢谢 所以在准备 呃 测量试剂或是试纸方面 还没有太大的困扰 就是从农业那边去找 嗯 对 但台湾没有卖 蛤 对 台湾工研院有推一套 我本来是想要买那个的 但是 我发现他发了新闻稿之后 没有上市 我还写信去问 但也没有回应 所以我后来是 那你可以讲一下 那你这些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是从Amazon买的 从美国买的 嗯 就是他们他们那边有在卖 所以我是从国外买回来的 但国外有好几套的版本啊 那我就挑了就比较多人在用 可信度比较高的 了解 买买到运过来要很久吗 嗯 两两三周吧 OK 那时候买两三周 那您在国内有先试的那个 有 对我 我大概提前 提前三个月就买了 所以来的时候 我就先用我家自己的盆栽 就是先测了一次 然后我又试着加不同的肥料 然后再测两三次 然后确认他是会依照 我家的东西不同而变化 然后我才把它带去北极的 谢谢老师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就是 对啊 也是以后分享 或跟学生讲也蛮好的 对 其实对啊 就是这个材料怎么取得 然后怎么样去设计实验 之后做比较 这样子 嗯嗯 谢谢 现场有没有其他老师 所以老师未来还有其他的场次要分享吗 嗯 嗯好像大的场次差不多就这样吧 然后接下来可能 对就是有其他老师要到校内的 就是小型的分享而已 OK了解 谢谢 嗯 我看看 大家怎么都这么客气啊 等一下 因为下周的顺庭老师他那边的研究也蛮精彩的 也许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那时候再一并提出 我相信他也可以刚才能再介绍 OK 耶 谢谢 好 那我们的时间现在是1点43分 那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开启麦克风 我们掌声 谢谢四安老师好吗 谢谢老师 哇老师给很多 惠村老师 有问题要问吗 惠村老师举手 也是举手表示赞 哈哈哈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非常谢谢各位的出席 也再次感谢四安老师 OK 那下周 就请继续来参加我们的part 2 另外一位许老师的北极相关的分享 谢谢大家